李敖的老鄰居 北斗上一個老銀行新開張 再來就是談婚姻的問題 我是吳季星 現在是已經晚上6點57分 今天是禮拜四 2011年6月23號 我現在剛好已經下班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旁邊這個是我們便當的菜色 便當菜色 因為有豆腐肝 放冰箱換換好豆腐肝 豆腐肝很容易 很容易就壞掉了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吃豆腐肝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黃蘿蔔 還是苦瓜 這個豆腐 這個是還有一點這個 菜這個是雪梨黃 這個菜 蒸下來這個苦瓜是生的 去蒸一蒸就很好吃 我今天中午四吃過一次 很好吃 我那個黃蘿蔔放太多了 放四五片我吃不了 因為趕時間 吃兩片就差不多 所以這只少放一點 現在也沒時間買菜 現在貨上在做的菜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加水 它等一下煮起來比較香 好吃 放點那個醬油 對 等一下我那個便當面再放點醬油 哎呦 生起來很好吃 好像我們公司 三樓又開始可以蒸便當了 讓省啊 你看你買三條苦瓜多少錢 那老闆還賣有四十塊 我實際上在那個新市街 台北市 北德西新市街那邊 黃蘿市買起來便宜 黃蘿蔔貴一點 三條黃蘿蔔有五十塊 豆腐比較貴 豆腐就是 豆腐一個五十塊 這個還是太原公司 太原 有明天台東太原監獄嘛 我們今天就說一下 李敖的 李敖算老鄰居啊 因為李敖以前就是住陽明山 就住了可能有住了三四十 我看了三四十年可能有 我們說李敖住在陽明山 陽明山就是北投區 大家搞不清楚 大家搞不清楚 陽明山算是北投區在管 北投區在管嘛 我們那邊是北投區公所在地 但是說李敖戶籍地 他們登記一個 以前是好像陽明山有個管理處 後來是國家管理局嘛 後來不知道是怎樣 他不知道是居民 還是算北投區的老百姓嘛 人民嘛 那北投區公所這邊 有一條光明路 就算北投最繁華的 就是從那個舊站 就是捷運站 台北大家都知道那個 淡水到新店縣 淡水 北投到南四角縣 叫中河縣嘛 這都是算是從北投站 這個重要站下來 走路走個十分鐘左右 就到北投新站 你不願意走 就轉移一個車 一站你就到了 北投新站 那如果走路 走到光明路上面 或者是你到新站走回頭 很容易看到有一家新的建築物 三層樓 是剛蓋好的我們公司銀行嘛 但是我們公司銀行 我們協力 所以怎麼不農個Youtube 拿一個攝影機 要拍拍自己介紹 這個新銀行經營策略嘛 我倒是有很多想法 因為我在這邊工作 快七八個月了嘛 我現在當個保全員 但是對他們這個新建 花了三個月規劃 三個月施工 當時真的要知道很多 背景辛苦 我就看他們施工 背景辛苦 而且是一個老房子 要把他梁柱給他鞏固起來 要放掉一些東西 然後修一個美人美販 就每一個顧客來都讚美我們 就修得比以前好太多了 還有地磚啊 天花板啊 不知道落地玻璃 都是新的 你知道我以前就說過 差落地玻璃都差六十平方公尺了 那新鐵 新白鐵 白鐵的話 要上那個白鐵油 這碼都是 白鐵油大概都上了快 可能加起來約三四十公尺 這麼一點嘛 我們要把鏡頭轉向這邊 說話可以比較大聲一點 新銀行經營策略 倒是像我們銀行的協理 就是大陸講說封喊行長 當然他們是滿腹的這個報復嘛 他們有很多管理學 跟那個會計學方面知識 像我們行長跟我介紹過說 他 他以前還在大學教過會計學 非常不容易 我以前問過他一些問題 他都知道 他是主張換款 他是主張一個銀行 應該要換款比例要高 要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所以銀行是靠這個賺錢嘛 就是你換款換出去啦 然後別人進行投資 他有賺錢的時候 給你賺利息嘛 這是傳統經營銀行的策略嘛 但我以前是會擔心 就是說你這個 我們台灣的銀行 投資在黃地產太多了 這是不是好事情耶 我問過他 他說你 我以前也問過 因為那時候我正在研究嘛 美國赤黃蓋啊 然後孫政在寫文章嘛 在建議這個中國大陸這個 不要走凱恩斯啦 走向社會不利政策 把人民幣升值嘛 這些問題上面嘛 那時候我會考慮 這個台灣有問題嘛 我們想的是 台灣跟美國比較像 就是 國家債務一大堆 國家債務一大堆 美國跟美國一樣嘛 中國大陸是他 中央的國家銀行有錢 相當有錢 你看呢 水災啊 旱災啊 撥錢一撥就幾億人民幣 幾億人民幣啊 蓋那個高速鐵啊 上海到 上海到北京啊 武漢到廣州啊 要從上海一直要蓋到廣州嘛 沿海 他要花得起錢嘛 或者是在北京 一下五條一鐵同時通嘛 他們就知道他們有錢啊 國家有錢還有氣魄 執行政策上面有氣魄 但是我們在台灣呢 現在政府要拿一個錢 用一個花東線嘛 對不對 好像是抒發 找一條回家的路嘛 修得背景辛苦啊 那個錢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那台灣那個高鐵呢 想要賺 投資了五千億 回來了 回來了 不知道 所以這方的問題 他們的 銀行經營策略是很難的 是相當難 我只覺得說 大家 要進行 了解是很難 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看美國 美衛時報 他們也是寫銀行經營上面 當然說 美國很多銀行 從2018年 它已經脫貧自負了 我們講靠近中國大陸的話 它兩年之間 很多已經脫貧自負了 今天啊 今天早上我看美衛時報 還有美國那個FED 還要放出600億的債券 好像要買600億的債券回去嘛 那銀行的體質上面 他們應該 美國很多的大銀行 應該已經開始賺錢了 但賠錢銀行還是有很多 所以一個銀行經營的策略 是不容易的 那我是覺得是說 你銀行經營策略 最重要就是 你要能夠提供好的服務品質 然後不要讓勞工太累 像這個信用卡 信用卡的問題就很簡單嘛 像你就怕人家說 那皮膚房債 你可以要求他 比如說你有1萬塊 現金在那邊 你就放在銀行裡面 然後你其他去賞卡都沒關係 你不要超過加強 不要超過1萬 超1萬 銀行就暫時 你的信用卡 你就必須要先把錢還了 然後你下次有1萬塊的時候 你再來花 你兩萬塊的時候也是可以這樣 你如果是長期信用平等好的話 當然銀行可以讓你存1萬 花5萬 就是這麼回事 或者存5萬讓你花10萬 或者你存10萬讓你花20萬 這是一個好方式 這樣銀行也是賺很好的 然後有標貴金 像你一個月出3千塊 然後你13期 13個月 你就先可以用用個 我現在用多少錢 13期 13期 會不會可以用多少錢 喔 37期 這37期 這三年的話 你可以用個 帶個 10萬塊錢 10幾萬左右 反正銀行多1萬利息錢 這是很好的事情 你可以出3千 如果是沒有什麼錢 像你這段 想要做太陽能夢的人 弄個5千塊美金 15萬 來弄個大的太陽能發電 一個家裡面的發電都夠了 電冰箱 電視機 冷氣機都夠了 所以標會方式是一個好方式 不過我在考慮 因為那個呼吸 你沒有牽涉到工作 你是不是能夠 在這邊上班 在三年 這當然是有問題 像我們住在光明 在光明街上班 我們就像看到很多人 去跟我說他騎腳車 這就是上陽明山 霍山公園 或者他們爬山 上次那個北斗國中爬山 爬山 爬到 嘉明山那個公園 嘉明山公園那邊去 然後再回來 我在上次看過北斗國中 所以我們也是 也想要裏寫那個 散散散散散愛 但我沒有看 可惜我看那麼多 但是那本書 我就不想看 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已經談到婚姻的問題 剛剛外甥從美國回來 他是 算是他 才三十五歲 剛剛他老媽當然 這樣又沒有辦 在美國以前有個辦 現在沒有了 他回來當然是看老同學 他老情人 還沒結婚 三十五歲 但是他很煩 因為他媽媽可能 要安排他事情 要幫他介紹女人 可以生孩子 照顧他 但是大家現在年輕人 聽到這些故事 都很頭痛 像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看我同學 從美國回來 三十歲出頭 拿一個博士學位 他媽媽也是幫他安排 從台灣頭到台灣委屈相親 他媽媽以前當國小老師 日本時代就讀國小老師 很不簡單 同學什麼朋友一大堆 二次拿博士學位 當然是到處宣傳 現在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可能是很幸福 現在就當教授 很幸福 過日子 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但像我回事 我就說你老女朋友沒結婚 不然你跟你老女朋友結婚算了 看他要不要跟你去美國 吃苦 但是要吃一點苦頭 這是一個方法 再來就是 他媽媽 中國鎮州 因為他弟弟娶一個鎮州小姐 然後在鎮州還過得很好 這個小姐當時家裡面 爸爸也能幹 所以他們家在鎮州 他弟弟在鎮州還算好 那他是不是要找一個鎮州姑娘 還是上海姑娘 然後媽媽要幫他拉線 好處是他有個美國公民 像台灣以前有個美國 二、三十年前有個美國公民 你要叫小姐嫁給你 小姐一大堆 只要二十年前 我老公以為他是 美國不是 我被台灣一大堆 你跟他相親 現在台灣不太一樣 因為這窮人多 你嫁給一個老公 你還要照顧 還要照顧姑婆 還生孩子 還要上班 你自己想看 還要買房子 你自己想看 頭痛問題多不多 所以走女強人策略是對的 像我女朋友以前 都是走女強人策略 反正我就是有房子住 家邊的房子 我有投資 我就在 當老小姐可以住 那只要有一個工作就可以了 像我以前 我的女朋友 他就在走女強人策略 但是痛苦所有也是有 比你結婚痛苦 像我外申 你結婚也會痛苦 因為錢會花很多 像年輕人 你說如果 有一個穩定工作都很不簡單 不要說他有什麼大的資產 大的資產 對不對 年輕人小姐 她們結婚姻的事情 就是那麼一回事 年輕人的時候 人家愛你 很愛你 因為男人都好色 像我的經驗是 我有女朋友以前 我也很愛他 愛到後來身體垮掉了 沒有辦法再 沒有辦法再 再談戀愛 但是你談戀愛四五年時間 會有點瘋狂 有點瘋狂 看著時代 愛一個女人是非常難 照我來看 我就是愛一個女人 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累 花心思花什麼 但是你成功的時候 你愛一個女人 比較有能力去愛 但是你身體也要好 心靈要健康 你去愛一個女人好 因為女人愛一個男人也是一樣 她能夠找到一個 是否自己也蠻冷 然後 能夠 能夠在家庭生活上面 比較沒有困擾 然後爸爸媽媽什麼 家人上面關係 又不至於太過困擾 那是很好 所以像李敖 李敖的話 他現在可能 他對這方面問題 他可能比較了解 但是這樣 他對這婚姻 就算過得蠻好的 兒子離開 就去北大讀書 女兒也是長得很好 以後可能 以後大概就會很好 但女性最好的是 她又有事業 自己也有 最好有個房子住 有個穩定的薪水 那老公的話 可有可無 她是最好的 你有男人也好 沒有男人也好 你自己最精神在你手裡 但大家會先猜英文 那猜英文 那猜英文幾乎 大概是無心生活 就沒有什麼 當然沒有跟什麼 現在跟我一樣 像我也是一樣 我就在幾個一個星期 智慧一次 智慧一次 然後就差不多 還要幹什麼東西 現在我網路上面 不可以看那個什麼社群網站 就像我外申書的時候 我跟他講話就是說 要不然你看你 你看上人家 看得上你 你自己錢又不多 兩個人在一起很辛苦 他現在在美國拿美金賺錢多 但是他跟年輕一樣 不想做事情時間太久 如果時間太久的話 賺一點點錢 多個幾千塊美金 但是生活都完了 你少賺 你的終點位就比較少 讓他可以放假 放一個月 我知道我這個是很好 會賺一點點錢 是很好的事情 你看九六 像我這個算起來 蠻愛我外申 我沒有多少錢 我也是給他們一個方向 你要弄太陽能的話 買個太陽能 搭電機 開個玩玩看 人生呢 比較有意思 不要一天到晚 那個愛情那方面走 那方面 東西就是那種回事 在成熟男女女 都知道愛情是怎麼回事 但像你像李豪那種愛情 走的那麼成功 也是少見 最初來說 你自己能夠照顧 你自己的情感生活面 我會覺得像我現在的男人 我就很成熟 我可以智慧 但是我身體不夠強壯 我現在要跟人家女人 幫家女人忙 不可能的事情 不像年輕生 體力那麼好 那個女朋友都非常滿意 後來身體不好 後來身體好 自己沒有注意 身體更不好 那現在自己滿意就好了 智慧也是很快樂的事情 好 不必其實再說 要下一個人決定 好 我的頭罐都好了 好 我的飯俏上去了 那你可以看 我這個飯俏上去 有點子 他這個燈鍋 每次煮刀 每次都要洗一洗 你可以 你可以 看著 看不看幹嗎 有苦瓜 馬上 把他們拿掉 看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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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煮熟 煮熟 煮熟就煮菜了 好 你說一下這個 但是說一定要策略是很難 我現在去講一講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打打廣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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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班只 看到這個 到時候你會知道這個 搞宣傳 是要有一套 謝謝